上午,十一点半,李孝单手扶着方向盘,车速不快不慢地开往水晶院,陆玉红灯,他停车,偏头看了眼苏默时。 今晚有空吗? 有,还去喝酒? 赌凉吧。 看来,有人要倒霉了。 李孝没说话,韩孝瞥他一眼,意外发现,他的左手无名指,多了一枚戒指。 你昨天怎么没戴? 平时经常手术,带着不方便,你嫂子刚才知道我要出去吃饭,三令五身让我把戒指戴上,怕有人勾引我。 水晶院,停车场。 李孝二人下车时,就看到眼黄的车队从入口驶了进来。 苏默时站在他身边,望着那排惹眼的车队,仔细打蓝过后,偏头看着李孝。 七辆防弹车,你家这位,离人不少吧? 应该比我们多。 苏默时轻轻扯唇,眯起毛子,看着前方从车厢里,轻身而出的英俊男人。 你总是喜欢挑战高难度,选男人也不给自己留条退路。 李孝抬脚向前,迎着商誉夺步。 没办法,谁让我喜欢呢? 转眼,几人在停车场相遇。 苏默时。 上上言。 这顿饭,气氛很融洽。 而用餐期间,商誉也注意到了苏默时无名纸上的白金戒指。 倒是个心思细腻的男人。 昨晚监控照片虽然不够清晰,但他用着篱翘后背的双手都入了紧,当时并没有戒指。 苏默时无意中抬眸,恰好捕捉到商誉从他的手上移开了视线。 他笑了笑。 商先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? 只要他愿意,我随时都可以。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八卦? 你好不容易谈一次恋爱,我当然要帮商先生套劳你。 下午一点半,几人从水晶院分开。 商誉弯身进了车厢,望着石远的奔驰大G。 一学联盟的负责人是谁? 是苏震宏,苏默时的父亲。 想办法联络苏震宏,尽快和一学联盟建立合作。 是,老大。 另一边,黎孝和苏默时赶回了科研所, 很快就投入到紧锣密鼓的考察工作当中。 下午茶时间,他一个人来到茶水间, 正在翻看手机消息,一阵脚步声, 伴随着陌生气息走了进来。 准备 Nah 感谢观看